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这个小时的 深度调查报告 产销失衡 大追踪 我是卢秀芳 台湾只要一下雨 大家就在想 菜价恐怕又要变贵了 我们今年6月有一场号称 21年来最强的梅雨来袭 结果高丽菜 已经从25元瞬间跳到45元 民怨沸腾 农委会宣誓要抓菜虫 但是今年香蕉的价格又来了 暴涨暴跌 农民无语问苍天 宁愿烂在地上 也不愿意采收 不过在今天科技发达的年代 其实产季调节并没有那么困难 半夜三点 天还很黑 正当大家睡得正田 中天采访团队不睡觉 登陵直集果菜市场的黑市交易 但看看今年交价变化 一月份批发市场价 一公斤高达88块 不过到了7月 价格犹如雪崩般爆跌到17块 89月更只剩16元 交农整年心血全都付诸流税 都没有用的 这个只有拿来喂猪 喂东西而已 有的农民干脆省工钱不采收 而香蕉变得如此贱价 交农根本始料未及 因为对比去年7 8 9月 产地价分别是19块 37块 35块 今年则崩跌到9块 10块 8块 因此专家批评 政府能预警却没有错为 这才是最大的援凶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有深度调查报告 稍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继续索电 深度调查报告 我们首先来讨论这个话题 台湾的民众应该很有感 那就是香蕉的价格暴涨暴跌 到底隐藏了哪些秘密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 今年年初香蕉真是贵爆了 一到四月份 我们看到批发价飙到了 一斤七八十元 简直是上了天 但是没多久进入了夏天 又摔入了谷底 惨跌到一斤十六七元 暴涨暴跌到底为什么 说起来很难相信 因为涨跟跌都跟台风有关 但是大家最想问的是 台湾的农产品暴涨暴跌 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很进步了 有电脑有大数据不是吗 那么我们的政府监控辅导机制 到底在哪里 而类似像这样的恶性循环 可不可以避免呢 来看我们的深度调查报告 半夜三点天还很黑 正当大家睡得正甜 中天采访队不睡觉 带您直击果菜市场的黑市交易 现在的时间是清晨的三点多中 也是果菜批发市场 最忙碌的时候 像我左左边看到的这个 是来自积极的香蕉 而这边产地是来自中寮 这里是来自于埔里 而全台湾香蕉被送来这里 代价而估 他们的涨或者是跌 都全靠市场机制 来反映它的价格 交价能量金也会扁交土 价格究竟怎么定的 答案就是从市场喊出来的 判卖员开出底价 买家人手一本小册子 什么货色值多少钱 大伙都心里有数 平时购量 品质 质量往往决定价格 看着拍卖台上 四级香蕉身价一直往下掉 好不容易才终于有人要 就是从来开价 7块没人买 然后价格6块 5块成交 大伙品质比较累一点点来 比较不会造成成orr cuales 买卖手方展开价格拉锯站 撮合出市场合理价 直到買家丟出硬件下訂 才達成交易 像這樣的工房 每天清晨不斷上演 工需的問題 你少的話他們就會搶 那多的話 眼睛就看你價格掉 要拉他心裡的價格 拍賣員彷彿是產地價的守門員 根據到貨量品質 依照經驗法則開出底價 拍賣員沒有辦法左右所有的行情 都是有承銷永節店 那最主要會漲價 最主要是我們香蕉到量相少 它成交人 它成交易顏相當高 怕買不到 會又風會往上加 往上漲 正常的合理批發價 應該是美金落在20到30元之間 但看看今年交價變化 1月份批發市場價 一公斤高達88塊 不過到了7月 價格猶如雪崩般暴跌到17塊 89月更只剩16元 交農整年心血全都付出流水 都沒有用的 這個只有拿來餵豬 餵東西而已 有的農民乾脆省工錢不採收 而香蕉變得如此見價 交農根本始料未及 因為對比去年7 8 9月 產地價分別是19塊 37塊 35塊 今年則崩跌到9塊 10塊 8塊 背後原因就是颱風惹的貨 轉眼看看大片的香蕉園 本來該是綠油有一片 現在倒得倒歪得歪還下起大雨 去年三個颱風 南部香蕉嚴重濃損 沒想到也造成一年後 價格崩盤的蝴蝶效應 香蕉它你種了一年後 它旁邊會長那個西芽 你也可以用那個西芽種 現在的問題來了就是說 因為有部分它吹倒 它會去用心苗 部分它就讓它長心苗 原來可能半個人高的 大概八 九隔一它就會收了 會不會落到七 八 九 香蕉本來就是一年一收 秋冬之際 重心苗 隔年同一時間採收 而七 八 九月 本來就是香蕉淡季 可是颱風過後 許多農民保留西芽 造成中南部產期重疊 供過於求 價格自然疊到谷底 農民想問政府能不能幫幫忙 從今天開始 我希望我們國人三餐 每一餐至少吃一根香蕉 政府帶頭收購一千兩百噸 罰起香蕉的一百零一種吃法 鼓勵國人吃香蕉舊焦農 也推動次級品加工 甚至還啟動了補助計畫 但走捷徑花錢了事 根本治標不治本 問題沒有獲得解決 在政策攻擊上面 你沒辦法強制農民去做什麼事 叫你不要撞 我說叫你不做什麼 像去年有一直在跟他們講說 你不能同時留苗 留西芽 但是農民 不是 也容易接受 看到價格好 他就會留 農委會建立起預警系統 但整個環節難以落實 交價大漲大跌 影響國人消費 重創的明神劑 如果穩定內需市場 開拓外銷格局 政府得交代清楚 台灣雖然有水果亡國的美名 但是產銷失衡不斷重演 那麼21世紀現在的農夫 還是跟上個世紀一樣 得靠天吃飯 當價格崩跌的時候 政府的調節方式一成不變 只能夠鼓勵大家多吃香蕉 送香蕉還有補助膠農 治標不治本 但是另一頭我們也看到了 這家官辦民營的 台農發公司 把盛產的台灣膠 首次賣到了中東杜拜 16元向農民收購 那麼外銷成了50元 它是一個最大的盤商 難道中間有暴利嗎 我們的採訪團隊 追蹤幕後的新聞才發現 原來去年才成立的 這家台農發公司 正在仿效 紐西蘭奇異國的行銷模式 跟全國2700家的果農合作 讓農民各個當股東之外 消費者也能夠以實惠的價格 買到當季水果 黃澄澄的香蕉 香甜誘人 台灣曾經是香蕉王國 台灣其實本身就是一個 最大的品牌 那台灣的香蕉 在日本人的心目中 它也是一個老的品牌 它沒有消失 50年代外銷日本 一年賺6000萬美元的外匯 占全台1 3分之1的外匯存體 但近年卻不斷遇到 產銷失衡問題 如果真正要記得 台灣農業的產銷這些問題 我覺得技術的提升升級 研發跟升級 我覺得這部分的 不管是經費也好 不管這個制度都要加強 政府就要有這個 基礎可以了解這個信息 我們金蕉已經大量了 也不再穿下去 為了飼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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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到8月 我們台灣的香蕉 出口的只有864公噸 那其中日本就佔了99% 就是850 2.4公噸 都是賣頭之反 一年出口量 曾經高達40萬公噸 到2015年只剩下3000多公噸 在日本的市占率 也從9成下降到1成 拓展外銷市場是當務之急 真的要做外銷 只能夠有一家最強的公司 為什麼 因為它必須要整合北 中 南 所有具有規模的腹地 把單位成本降到最低 團結小農 全國性生產外銷 紐西蘭奇異果是成功案例 只能到外國的最高級 我們剩下很多 不好的果蔬果 很多小的果蔬果 都在地上 任何不完美都在地上 去無存清 讓紐西蘭奇異果穩居全球 市占第一 由全國2700多家果農 合作生產 奇異果到後來 一定都是每個農民就像股東 對 每個農民他陪著這家公司走 完全程 而不是每個農民賣果以後 就不理你 他會跟著公司一起成長 官辦民營的台農發公司 借進奇異果的行銷模式 把台灣交送到 6500多公里外的杜拜 傳奇大約20天 保鮮是關鍵 那個呼吸力 還有裡面的代謝作用 降到最低 然後就可以拿到保鮮效果 這樣的保鮮技術 是很成熟的東西 管理馬拉特 瓜都菲律賓 每一個國家都跨越了半個地球 把香蕉運到了它的市場 那難道台灣不行嗎 以1公斤16元向農民收購 預計在杜拜的賣價 是1公斤50元 你要考慮到它的運費 還有它的耗損 還有它的倉儲這些費用 其實那個部門的歷任 不會很大 關注的是說 是不是以後只能真正打開 這個中東這個市場 就像Less Free這樣子去證明 說你跟我 你跟著我 我會給你穩定收入 台灣目前農業上的國品上 沒有人可以證明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農委會統計 44歲以下農民只有8% 但65歲以上 就佔了24% 顯示農業人口嚴重老化 高雄祈山卻有年輕人 選擇返鄉務農 用自然農法種植香蕉 香蕉採收完 它就不會再生長香蕉了 你就要把它除掉 它除掉的話是讓後面的香蕉 都可以有足夠的空間 再繼續長大 另外一方面就是 也可以直接再把它做成堆肥 它剁得越碎爛 它腐爛的狀況就會越來越好 它只要有腐爛 它的腐植子就會回到土地裡面 再做分配 背石拔掉花碎 是為了避免長蟲 長蟲會影響到果靶 它也會帶菌 因為它這個腐爛以後 腐敗菌就會來吃 這個就是香蕉蓮 滴到衣服洗不掉 好爽 它這個我們拿來染布 用黑糖和果皮花三個月 釀成天然酵素 葉斑餅 它就會呈現這個顏色 葉子越多 它生命就越強 所以我們葉子是它的重品之一 所以我們會稍微噴一下 細心照顧的無毒香蕉 怎麼外銷也是門學問 其實外銷最有可能就是 直接市場 我這邊直接一個農場 對你一個市場就好了 就一個店 我這樣就單點突破了 其實外銷是可以這樣做 但地價飆漲 青年農民也做得很心酸 我們其實都是豬田耕作 都電農 所以我們買不起土地 現在以前一分農地 大概是10萬塊 15萬塊就有了 現在 現在是一坪可能就要5萬塊 不過年輕的血液 是活化農村的一股力量 我們都覺得農業 應該是要很開心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寫歌 然後就開始唱這樣 你如果在那邊罵 那不如唱一首歌 這樣可能更有感這樣 在創造一個台灣的 返鄉的模式 因為如果你回家鄉 只單做一件事情 你可能沒辦法生存 你必須要有重效的考量 我所謂的重效就是 你可能角色會更多元 吃了香蕉 你不會再回海流淚 吃了香蕉 風浪也可變得水水 重振香蕉王國的路 雖然漫長 但台灣農業實力深厚 觸角深得遠 也許能加快腳步 看完台灣蕉之後 我們再來關注一種 也很有台灣味的食材 台灣鯛 那麼台灣鯛 就是早期的無鍋魚 經過長時間的改良 它的土味大大降低 肉質細嫩成了 外銷的主力魚種 但是好景不長 連續幾年節節敗退 以往銷往美國 加拿大 還有韓國等地大受歡迎 但是現在 技術跟飼養的門檻越來越低 國際間像是越南 巴鯊魚等 可替代性的魚種越來越多 外銷市場也漸漸被中南亞 以及中國大陸的低價所取代 接下來我們就要問 那麼台灣鯛該如何在國際的困境當中 求生存 我們的政府又應該有哪些作文呢 繼續是彭欣一 還有周聰裕的調查報告 沿著台南雪甲的漁溫小徑 天光微微透著漁度白 漁工們準備上工了 除了漁工 白骨刀 麻煩就是一些基本的準備動作 都做完的時候 就可以開始我們今天正式的 捕捕作業 採訪這一天 邱先生找來長河做的漁工 五個大男人站在池子旁 奮力拉著漁網 今天預計要捕捕1300斤的台灣鯛 漁網裡頭的台灣鯛 又大又肥 各個活蹦亂跳 這池台灣鯛養了近三年 原本是用來繁殖魚苗 如今要準備外燒 你比較說這個是台灣鯛對不對 對 然後我剛剛丟過來的 它是那個草魚 烏溜跟大頭 然後又是另外的通路 所以混糧的話 你的心子會比較好幫你 邱國章是台灣鯛養殖戶的 第二代 他和漁工一起泡在水裡 仔細篩選其他漁種 他從小跟在父親旁 學習如何養殖與管理 跟著時代與時俱進 基因的組成 蛋白質的組成 都是比以前更優秀 對 包含說他現在的取肉率 也都已經高達12% 結果養殖技術不斷突破 但卻沒有反應在台灣鯛的身價 台灣鯛養台灣鯛歷史非常悠久 而且技術非常純粱 早期除了內銷之外 也有外銷到日本 美國 中國大陸 但是現在面臨國際市場的挑戰 導致價格越來越往下滑 東南亞甚至說 像第三世界國家 他們都開始養殖 最主要是他們的政府 很努力的很努力的 去幫他們把東西推向國際 那這個就很明確的去壓縮到 提拉皮亞在國際上的空間跟價格 剛上岸的台灣鯛立刻急速冷凍 整批魚貨 注度被外銷 但其實近年來開拓國外市場不順 外銷價格連續三年崩跌 市場收購價曾經到38元 平均價也都維持在28元上下 現在只有21塊 外銷價格更只剩17元 出口比率從50%下降至今 不到30% 這個價格就今年多了 680幾塊 480 差不多12、13 差很多 差很多... 因為這麼可能一斤魚 放魚的人一斤要15塊 豬老先生畢生心血投入養殖業 成功研發單一雄性的台灣雕 藉由育種改良 不用靠荷爾蒙 提升雄魚的生長速度 以及換肉率 我現在裡面有50種魚 我50種種魚 所以我開始第一次 在這個中間 這時候剛才這位魚燒歐門 燒歐門 這位魚燒歐門 跟美國跟日本 在70年的中間 我就做世界來外銷 但漸漸不敵越南或中國大陸 外國魚種利用荷爾蒙 控制性別刺激成長 大大降低生長成本 以外銷美國為例 台灣每公斤約2塊美金上下 中國大陸以量置價 甚至可以壓到1.3美金 台灣實在很難用價格競爭 幾年之前 國際上的Tilapia 他們的兩隻星星 還沒有這麼多的時候 我的確有很大一部分的魚鵰 都是走外銷 最多的時候 我看報告的時候 最多的時候 我這邊曾經一年就賣超過 3億以為的魚鵰 對 現在就是每一年 每一年都不一定 但是少了3分之2是跑不掉的 外銷路走得辛苦 國內市場也急需打開通路 炒香的糖醋鳳梨醬 裹上炸的香酥的台灣鯛魚片 色香味俱全 台灣鯛以前叫做無鍋魚 容易養殖 價格便宜 但卻容易殘留土味 長期以來被視為低價魚種 最根本的就是 觀念上的改變 因為很多人 他在跟我詢問的時候 他還是講所謂的無鍋魚 福壽魚 但是他很少會去提到 台灣鯛這三個字 其實你看到很少人會去買 那些真空包的生魚片 除了餐廳之外 如何強化國人消費意願 是未來要努力的目標 但阻塞的外銷通道 內銷又供過於求 只見政府總是用錢補助 這就行得通嗎 補助點越補越差不就對了 你補助所有收入的魚 台灣鯛控在康船上 台灣鯛那些金融地裂 像你這尊 這台鐵鐵鐵鐵鐵鐵鐵 你不燒 不處理 你噴出來給這些 船尼長在噴到這補兵這裡 這台灣鯛是會地裂嘛 台灣鯛產銷失衡 政府若沒有辦法協助產業走出去 想靠花錢補助 並非長久之計 比量 我們拚不過其他的國家 但是比值 我們絕對目前還是領先的 但是怎麼樣在這個值上面 更提升去大家認識說 Mate in Taiwan的這個品牌 台灣鯛養殖實力堅強 但國際市場上 可替代魚種越來越多 該思考的是 如何創造市場區隔 就管機關也得想辦法 打開外銷通道 才有機會重新擦亮 台灣鯛MIT招牌 也是吃的問題 市售的乳品的五花八門 有鮮乳 牛乳 乳飲品等等 這些名詞讓人聽得眼花撩亂 到底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呢 生乳指的是從乳牛擠出來的乳汁 沒有經過任何的處理 鮮乳則指的是經過一定的殺菌跟包裝 而牛乳就是這些所有乳品的廠稱 也就是說不管是鮮乳 或是用奶粉沖泡出來的 都可以叫做牛乳 至於身受小朋友所喜歡的調味乳 乳飲品則是含有添加物 或者是經過濃縮還原 專家表示牛奶的加工越少 它的營養價值就越高 那麼台灣的鮮乳 長期被知名品牌瓜分 那麼也造成了這個產銷收購 價格偏低 這個現象引發了這個獸醫師 阿嘉的不滿跟關注 他也決定自創品牌 以合理的公平交易價格 向洛農門收購也回饋給養殖戶 在台灣掀起了這麼一場牛乳革命 走一趟超商 架上有鮮奶 牛乳 乳飲品 但你知道喝下肚的真的是鮮奶嗎 生乳就是剛擠出來 這個生乳基本上因為有些細菌 所以不容易保存 也不適合直接生乳 經過簡單的滅菌之後 就稱為鮮乳 鮮奶定義嚴格 但牛奶卻沒有明確規範 包含鮮乳 奶粉調和 甚至是濃縮還原 都可以叫做牛奶 消費者購買錢得看個仔細 生乳現在價格很貴 所以很多人都會加一些奶粉 或是其他的 那就稱為乳飲品 乳飲品跟調味乳的差別 就是一個是生乳含量50% 一個是乳含量50% 乳含量就是可以加一些 其他的乳製品 奶粉什麼的 鮮乳價格貴 沒有多餘的加工品和程序 保留更多營養價值 但鮮奶品牌三強砥利 幾乎被壟斷 有人看不下去 決定為台灣弱農 提升乳酥 他是乳牛獸醫師 弓劍家 阿嘎 從學生時期就接觸大動物領域 畢業延續直至 跑遍全台大大小小近30座牧場 負責照顧5000頭 我其實上次有說有很微弱的中指公動脈 我再摸一次 摸到了 你說這個是懷孕多久 整隻手臂伸進乳牛體內 進行時常觸診 阿嘎站在第一線不僅從事醫療 長期跟弱農部接觸 才發現這個產業所面臨的問題 台灣現在有的叫乳駕皮衣委員會 這乳駕皮衣委員會 是根據這個產官學三方 來共同在每一年會 開一個會議來制定的 不過這個乳駕皮衣委員 目前他們的設計 這個裡面的計算的機制跟公式 是沒有公佈的 老實說其實 確實有一直被詬病的這件事 就是這個乳駕機制 如果不是非常公開透明的話 弱農是沒有辦法知道 為什麼這件乳駕的起碟 是什麼狀況 不透明的產銷機制 讓大部分的弱農戶 只能壓低生產成本 但是面臨國際物料不斷上漲 也只能咬牙苦撐 牛吃最多東西 當然就是一個是牧草 牧草有些是國外進口的 像牧樹草 以前的價格可能是1公斤7塊8塊 到現在可能是45塊 已經兩倍了 生乳的收購價格來說 就是沒有辦法完全根據 真正牧場現在的實際狀況 來做調整 為了捍衛洛農權益 他決定跳出來成立鮮乳品牌 落實公平交易 掀起一場牛奶革命 品牌靠著募資成立 一高於市場行情 15%到20%的價格收購生乳 回饋給洛農 希望提高生產品質 也帶動產業升級 加盟鮮乳就是加盟牧場 這在雲林倫貝的牧場 對 那這個是風樂牧場 這兩個就是不同的牧場 所以我們就會讓每一瓶牛奶 都讓大家知道 產地是在哪裡來的 為了確保落農權益 以及食品安全 阿嘎堅持每瓶鮮乳來源 都是單一牧場 有別於一般鮮乳大廠 將各個牧場生乳 都有同一輛乳車蒐集 再混合到乳桶 因此當有一座牧場出了問題 那整批牛乳通通都會遭到污染 我也比較過乳品的一個價格 它的確價有稍微高一點 可是我們很知道 就是當我們想選擇 想要選擇食材安心的時候 它的成本絕對不會低到 讓我們覺得不可思議 合作的通路同樣鎖定 重視食安的高端客群 儘管一瓶零售價120塊 比起一般市售品牌 貴了20%到30 還是成功打進市場 成為許多麵包店 咖啡店 指定使用的鮮奶品牌 我們在做除了店家以外 我們有做一些是 給那一般家庭的 那一般家庭我們有機車配送 那機車配送我們就用這個模式 我們就是一袋一袋把它裝起來 那就是我們有一個 蓄人的保冷設備 除了拓展銷售通路 也比較養奶配送模式 更積極的布局 讓鮮奶走入每個家庭 阿嘎從源頭改變 落農業的產銷模式 這也能夠強化這個消費者 跟產地的信任度 我覺得食安問題很多是 因為這食物失去信心 或是說食物後面是不透明 是看不見的 所以當把這橋樑建立起來 我覺得也可以讓消費者 再認識這個食物的分析 自己的牛奶自己救 阿嘎身為乳牛獸醫師 現在主業還是以看診為主 或許是一種使命 募資成立品牌 是要為食安把關 也要打破大型乳瓶場壟斷 這一場牛奶革命 未完待續 也跟牛有關 我們再來看最近台灣社會中的 和牛熱 台灣糧食進口比例將近有七成 那麼冰淨查驗一年有67萬件 但是抽驗的比例大概只有8% 民國105年總共查到915件不合格 食安危機相對提高 而我們的牛肉來源 九成以上都是從國外進口 14年前因為狂牛症 而被禁止的日本和牛 在今年9月剛剛解禁了 那麼參與業者立刻搶進 也掀起了一波長鮮炒 炭火燒烤日本和牛焦糖色澤 誘人食慾 氣質油花經過600多度高溫洗禮 化成鮮香肉汁 征服台灣套客 比起澳洲和牛價格貴了一倍 甚至更高 這個 這是雙版的牛魚 還有1萬 對 所以這一公斤就3萬而已 日本和牛油花如雪花般密布 整體偏粉色 澳洲和牛肉的比例較高 色則偏紅 每隻牛來都有身分證 都有竹腑 都有鼻翁環 我們取得日本和牛牧場的 獨家畫面 我們只能在外圍看而已這樣子 嚴格管制進出人口 確保飼養環境 一牛一棚能掌握進食狀況 主要他們不會吃稻米 一般的牛是不太會稻米 因為稻米成本太高 高成本飼料 產出低溶點的肉質 是入口即化的關鍵 一般的美國牛的溶點 可能在2 30度這樣子 然後一般的日本和牛 大概在17 8度 但是雙版牛的溶點在11度 因為它11度就開始融化 就像冰淇淋一樣 所以你一吃下去 就瞬間的化開的那種感覺 睽違14年 終於能在台灣嘗到 大賣場也能看到它的身影 2003年因為狂牛症 日本和牛禁止輸台 2017年9月開放進口 但得去除風險部位 如扁桃縣 回廠末端 脊髓等 我們有送我們的檢驗單位 做檢驗 那檢測合格之後才通關放行 目前市面上的日本和牛安全無餘 但台灣糧食進口比例將近7成 邊境茶宴報檢批次 從100年的42萬件 到105年暴增到67萬件 不合格件數也從289件 增加到915件 其中包含美國洋蔥 日本蜜乾 大陸花椒和枸杞有農藥殘留 不合格業者收到不合格通知書之後 他15天內也可以來申請復驗 如果在復驗不合格那一幣產品 就要做退運或銷毀的處理 不過整體抽驗比例大約只有8% 換句話說有9成直接進口逃過檢驗 不合格產品也有可能流入市面 擔心農藥殘留該怎麼清洗 剝掉然後再怎麼清洗 至少裡面那一層農藥的成分就少很多 流水的話它水在流動 它那個農藥就不會一直在殘留 東陵進捕必吃的枸杞 像洗米一樣反覆洗了8次 盆裡的水還是一樣髒 你如果買到枸杞 越洗越紅 你要洗10次 越洗越髒的還有花椒 你看它很多髒東西 對 很髒 所以還是要把它洗乾淨 洗完再炒過才好保存 因為它熱腫藥都會讓農藥稍微解掉 可是你要有水才可以 水會把農藥給帶走 日本和牛搶進台灣市場 掀起長鮮熱潮 政府得好好為民眾把關 不讓有問題的進口食材有機可乘 今年3月日本發生了幼兒園 70名孩童的食物中毒案 這是因為孩子們吃下了 沒有放進冰箱的隔夜咖哩 很多人不知道包括了像咖哩 濃湯 粥品 牛腩等濃稠料理 只要放在室溫超過兩個小時 它會滋生一種產氣夾磨感菌 特別是老人家小孩 抵抗力弱的民眾吃下肚 會造成肚子痛 噁心跟嘔吐 那麼這個報導當中 我們拿了沒有放冰箱的隔夜咖哩 還有隨機取樣的超商便當 送到林口長庚實驗室來進行檢驗 結果在這個顯微鏡下就很清楚的看到 沒有放冰箱的隔夜咖哩 它長出了一大片的菌絲跟包子 同時也驗出了致癌的亞硝酸成分 在看完這個報導之後 以後我們吃隔夜菜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留意安全 記者陳小喬以及林舒賢的調查報告 咖哩塊丟進熱鍋內 燉著蘿蔔和洋蔥有漿黃素 據說能預防大腦老化 把它弄油 把它融解 這樣比較香 你就把它倒下去囉 美味濃郁的咖哩牛腩 讓人胃口大開 是許多媽媽的拿手料理 保便當隔天可再吃一餐 但保存上小心踩到食安地雷 2017年3月 日本幼兒園傳出70多名孩童 集體食物中毒上陣下瀉 凶手竟然是隔夜咖哩 當時教職員煮了兩大鍋咖哩 室溫下保存一碗 隔天加熱給小朋友吃 究竟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民眾在家中煮咖哩 如果吃不完 放冰箱隔天再繼續吃 不過這種隔夜咖哩 如果加熱不完全 或者是保存不當的話 可能會引發氣菌和孢子 而這種孢子 必須要在98.9度C之下 至少半小時加熱才能消滅 如果不小心吃下肚 可能會引發食物中毒 這種產氣夾膜感菌 無色無臭 會產生孢子 可在12到50度C環境快速生長 蛋白質勢他茁壯 最快7到8分鐘 繁衍下一代 受污染的食物加熱後 雖可殺死大部分細菌 但孢子仍可存活 海鮮濃湯 然後或者是說 剛剛提到的咖哩飯 或甚至有一些粥品 它裡面如果只要有一些 比如說像豬肉 雞肉 牛肉 甚至於海鮮 它如果煮成是濃稠狀的料理 如果保存不當的話 比較容易有一個食物中毒 真有那麼可怕嗎 我們把家中在室溫 放了一夜的咖哩豬飯 送去檢驗 來到便利超商 加上放滿各種微波料理 隨機抽檢兩個便當 取樣一個咖哩豬 跟一個華蛋牛 總共三樣撿起 送去林口長根實驗室 進行微生物檢驗 看裡頭有沒有細菌 數量多寡 首先拿柿子 沾取適量隔夜咖哩 滴上試劑觀察 顏色變化 五分鐘後 它的整個微生物生存的環境 算是還滿糟糕的 因為它顏色的變化還滿深的 市值明顯呈現藍黑色 接著把隔夜咖哩撿起 放進放大400倍的 微生物檢驗儀 結果 這個黑色的 是它裡頭已經所形成的 所形成的小包子 鏡頭下黑色包子清晰可見 來看對照組 有醫師準備的四組咖哩檢體 我們先把它做編號 包括室溫存放一小時 四小時隔夜以及全程放冰箱 四份咖哩分別遞上試劑 五分鐘後 放冰箱的四號是指呈現淡黃色 檢測結果及格 其他檢體都有變色 以三號隔夜咖哩變色最多 這個隔夜可能所產生的 這個黴菌把它放在顯微鏡下面 來看它的一個型態 到底是不是有產生 微生物的一個變化 用肉眼就可以看到 疑似黴菌的小黑點 用儀器做確認 這一些 這一些 全部都是黴菌的一個菌絲 菌絲的上面還有黏有 小顆的包子群 如果說是它黴菌 已經形成一個聚肉的話 通常都已經是幾萬 甚至於是幾百萬的 一個菌絲在裡頭 這麼多菌絲吃下肚還得了 一些體質不好的 甚至於是老人或者是小孩的話 那麼多的一個包子 所產生的一個牙包的毒素 它可能產生食物中毒的反應 吃進菌絲恐怕造成腹痛 耳心嘔吐發燒 除了隔夜咖哩 一般的隔夜飯 若保存不當變質 也可能產生致癌的亞硝酸鹽 現場來做測試 有沒有看到 顏色變化了 紅色亞硝酸鹽 它差不多有大概10毫克 那硝酸鹽的話 大概有差不多10到25之間 才在室溫放了一夜 不論是微生物或亞硝酸 都被驗出 這是滑蛋牛肉 咖哩豬飯 來看超商便當 從超商到實驗室 在室溫保存一個多小時 資深多少微生物 滑蛋的話 基本上它的微生物的生長 會明顯的會比 我們的咖哩豬的環境 稍微微生物群會多一點 在冷藏的溫度 其實大部分都是4度C以下 這樣子的話 其實你這支菌在12度C以下 其實它就不容易長出來了 一般家庭吃不完的三餐 如何保存不長菌 兩小時內務必放冰箱 覺得兩三個小時以內 就已經太久了 冬天那溫度很低 好 可能你忘記了 那我明天穩一穩 沒話 那請你加熱的時候 你一定要讓它滾了 到了沸點以後 它才有辦法把那個菌都殺掉 隔夜菜加熱近百度 才能殺死細菌和包子 食物最好當天吃完 若必須隔夜 最好提前分裝 避免翻動飯菜 反覆加熱 我就放在保鮮盒 放在冷藏 兩三天 我覺得OK 不能超過三天 不論再貴的熟食 別怕浪費 放冰箱超過三天就要丟掉 別吃下肉眼看不到的 菌絲和包子 以及亞硝酸致癌物 台灣人雖然喜歡吃生魚片 但很多人不知道 吃生魚片也有風險 特別是製成的過程當中 也得要安全衛生 否則有可能把蟲卵吃下肚 來到這家老字號海鮮餐廳 讓廚師現場示範 安全吃生魚片的製作過程 今天做的是紅糟魚生魚片 分解它的那個 它的肉跟骨頭方面 最好吃的部位是肚子這裡 客人預定的生魚片 都是當天採買 當天現做 擔心有沒有蟲 先過廚師這一關 肉眼看就可以分辨 有沒有那個寄生蟲方便 有白點的話 有白點 有凹痕 有肉食的突出 稍後這個報導 我們就繼續來關注 如何吃生魚片最安全 歡迎繼續鎖定深度調查報告 台灣人非常喜歡吃生魚片 但如果不新鮮或者冷藏不當 就有可能滋生寄生蟲 台北市有一名8歲小女孩 她就是吃了不乾淨的生魚片 結果醫生從她的體內 拉出了260公分長的活體現蟲 我們隨機抽驗了生鮮專賣店 還有市場的現切生魚片 結果發現這個市場生魚片 驗出的微生物比較多 而生鮮海產現切現吃 還是比較安全 那麼另外如果在家裡面 洗螃蟹 洗蝦等海鮮 不小心被刺傷的話 也要特別小心感染海洋湖菌 因為非常嚴重 那麼必須有可能要截肢 甚至有死亡之餘 也就是說 我們在享用海鮮大餐的同時 這些事情 我們必須一定要留意 繼續是我們的深度調查報告 烈焰炙燒 半生不熟的炙燒生魚片壽司 一盤盤現切生魚片 肉質看起來Q彈鮮嫩 是許多老饕的最愛 但你知道嗎 美味的背後 可能暗藏 蟲蟲危機 台北市一名8歲女童 覺得肛門搔癢有異物感 醫生檢查時 竟發現肛門口有蟲 正在蠕動 可能將近二三十分鐘 拉出來大概有260公分 這種廣捷獵頭條蟲 又稱魚肉條蟲 幼蟲寄生在魚體內 女童平常愛吃生魚片 把活蟲一起吃下肚 在小腸裡面寄生 在小腸它會黏附在這個腸壁上面 經過一段時間 它吸收我們人體的養分 所以越長越大 紀錄上面來講 可以長到10公尺這麼長路 腺蟲長成大肥蟲 阻塞腸道 可能引發嘔吐腹痛貧血 更嚴重的可能就是 它會跑到你的膽囊 膽管 就要造成膽囊發炎 甚至膽管疾塞 愛吃生魚片的日本 一年至少7000人食物中毒 人氣旅行 渡邊直美 也曾吃生魚壽司 送醫急救 台灣人愛吃生魚片 從飯店 餐廳到小攤販 到處都買得到 我們隨機來到台北市 一家日式生鮮專賣店 現前一份綜合生魚片送宴 今天的話 鮭魚 西魚 鮮魚 鮮魚 趕快幫我配一下 接著再去另一處傳統市場 專賣生魚片的小攤子 老闆娘從玻璃櫃取出魚肉 現切現賣 一盒大概幾片 不用蒜的 鮭魚切料 放冰箱裡面放一塊 放在鮭魚片 我們把買來的兩份撿起 送去林口長庚實驗室 從店家跟市場 我們分別來測試 它整個生魚片 它的整個新鮮的一個程度 新不新鮮 可用肉眼初步檢查 有沒有縣蟲 如果像是這種比較室溫的環境 其實縣蟲它自動就會跑出來了 把它切一個橫隔面 其實如果有小縣蟲的話 你看基本上 這個生魚片應該是還滿完美的 接著用柿子檢測微生物量多寡 我們的柿子擦拭我們生魚片的一個表面 滴上試劑 然後我們靜待五分鐘 結果兩份生魚片在室溫放了一個多小時 都有些微變色 市場買的和店家買的相比 顏色較深 代表市場生魚片微生物量較多一些 也就是說 生菌和大腸桿數量恐怕也較多 店家的應該算是還滿新鮮的 市場上面的話 應該要儘快的一個使用 最好不要超過一個小時 或者兩個小時 小朋友也不要吃超過三片 到五片那麼多 最後用顯微鏡再次確認 我們是沒有看得到一生 一些那個寄生蟲的一個存在 來到北海岸漁港附近海鮮街 球蟹肥美加上當季鮮魚 代客料理區很忙碌 這裡面有青生魚 青生魚 有這個冷凍的不舒服 消費者大多看到 已經切好的生魚片 如果是放在玻璃櫃的 也要用冰塊櫃門拉上薄冰 或直接存放冷凍庫 確保濕的安全 來到這家老字號海鮮餐廳 讓廚師現場示範 安全吃生魚片的製作過程 今天做的是紅糟魚 生魚片 分解它的那個 它的肉跟骨頭方面 最好吃的部位是肚子這裡 客人預定的生魚片 都是當天採買 當天現做 擔心有沒有蟲 先過廚師這一關 肉眼看就可以分辨 有沒有那個寄生蟲方面 有白點的話 有白點 有凹痕 有肉質的突出 廚師說吃芥末 可殺死小蟲的說法 純粟謠言 芥末主要享受味覺 調味用的 魚肉摸起來有彈性 色澤條紋均勻 就算新鮮 保存方式有訣竅 雲下的那個20度C以下 它保存期限 就差不多在那個5天之內 今天吃不完 然後就把它煮好變成熟食 再用保鮮膜包起來 放冷凍 那個鮮度比較不能保存得住 手臂出血 嚴重腫脹成紫紅色 張華一名83歲婦人 在家料理螃蟹時被蟹熬刺傷 以為是小傷 結果感染海洋胡菌 引發敗血症 4天後病逝 很快它會造成 你整天的肌肉會壞死掉 這時候可能就需要 立刻做一些節肢 怎麼洗個螃蟹都會送命 當你身上有傷口 或者是你本身的免疫功能 很差的情況下 常見人家 年紀大的老年人 第二個就像有糖尿病的病人 這個細菌可能在你的傷口的地方 它會造成這個潰爛 泡冰水 泡大概15分鐘 清洗海鮮 先放冰塊冰鎮 降低蝦蟹活動力 螃蟹的凹汗蝦子前端蝦虛 最容易刺傷感染 清洗時最好戴手套 若真被刺到 第一時間趕快到醫院 施打抗生素 想用海鮮大餐前 先學會保護自己 小心點 這邊有很多次 今天節目中我們特別關注了 像是香蕉的價格暴漲暴結 產銷失衡 另外還包括了原本 外銷九成的台灣雕 面臨其他國家的強勢競爭 在這一困境當中 我們的政府監督 以及輔導機制 顯然並沒有發揮太多的功能 而下週我們要來看的是 對抗試劑不治之症癌症 有了重大突破 醫學界目前找到了特新 一種被稱為是 CAR-T的免疫細胞療法 它能夠在我們的體內 辨識並且攻擊癌細胞 哈囉 季先生好 你好 就控制良好一直到現在 已經快三年半了 所以等於是 已經很延長我的生存期限 最主要是以前是圓的 現在都可以看到邊邊交角 所以壞死的地方開始被吸收掉 而國內外的進傳到底如何 也請您繼續鎖定 我們的深度調查報告 精準醫療癌症救星 我是盧秀芳 下週三會 中文字幕志愿者 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